非常常见的一种野草 农民们都非常的讨厌 重要的是很多人都知道它有毒 原来也有着那么高的价值 在乐常生活中是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平哥 在我们农村有一种非常非常常见的植物 在农村的朋友 应该很多人都见过它 对它都不陌生 甚至城里人很多人都见过 因为这种植物在我们农村的道路两旁 田间地头 生长非常多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很多人都知道它有毒 但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 在乐常生活中是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认识并了解一下 寻找这种植物 可以用闭着眼睛都能采到来形容 因为在农村的道路两旁 田间地头 生长非常多 土地越肥沃的地方 它就越茂盛 前边这边非常多 过去都是 春季刚刚来临 万物刚刚复苏 这边的还比较小一点 这边过去都是这种植物 我们俊纪里来认识一下 在道路两旁遍地生长 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深 它的学名称之为火炭母 跟农村常见的腊疗草 非常的相似 但这种草 它有毒 不过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 它的枝干 还有叶子 跟腊疗草的 非常相似 它的枝干 还有叶子 枝干 比较茁壮 还有叶子 比腊疗草的 更大一点 枝干 成紫红色 一节一节的 还有叶片 叶片 椭圆 微尖形 现在这个叶子烂了 被虫子吃掉了 反面翻白色 非常常见的一种野草 重点来了 朋友们仔细听 火炭母 为心 苦 幸良 有清热 解毒 明目 活血 输精 就连毒蛇咬了 都具有一定的帮助 有些懂它的人 会栽到来 拿回家 晒干 被用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火炭母 原来价值那么高 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 但大家一定要谨记 万物都有它的副作用 几个例子 比如我们吃饭 喂不好的人 饭要怎么样去煮 要煮多烂 还有刚出生的孩子 要把这个饭变成米糊 才能食用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食用 大家可以转发分享一下 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好了 我是红皮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